大家好,刚刚获得消息,在斯瓦托方向,在哈尔科夫,红林曼北部 俄军又取得了突破,俄军攻占了新埃戈里夫卡 给大家看一下最新的一个战况 新埃戈里夫卡是在斯瓦托的西部地区,红点处,赖戈罗夫卡南部地区 那从地图上也可以看到,俄军现在又取得了突破 向乌军的阵地方向,也就是向热烈笔记河这个方向,又推进了三公里 这个蓝色的是热烈笔记河 那么实际上在斯瓦托,红林曼方向,俄军又取得了突破 那接着莫斯科时间2023年的7月29号 莫斯科时间的17点,俄军斯武装部队在哈尔科夫地区 斯瓦托投入突击部队,俄武装部队第21摩托阿旅的士兵 彻底解放了新耶戈罗夫卡村 该地区的战斗已经结束,俄军正在清剿战场残余的乌军 此外俄军斯武装部队使用加农炮和火箭炮部队对诺夫哥洛德卡 还有纳杰日达方向临近的高地进行了炮击 而且俄军成功地攻占了周边的几个高地 大家可以看地图 地图上显示有几个高地 包括175、184、191、157、122 还有个170 这几处高地实际上能够控制新埃戈里夫卡 靠近哈尔科夫和卢干斯克边界地带 控制了这几个高地就可以完全控制卢干斯克和哈尔科夫边界 下一步对切尔涅西纳靠近奥斯基尔河沿线 乌军最后的防线 可以使用火炮完全覆盖这个区域 也就是现在俄军的实际上可以发起对奥斯基尔河沿线的进攻了 目前俄斯五装备在解放地区等待乌军的反击 在新哥罗夫卡附近 靠近塞沃尔德沃卡村附近 乌军还有几节 在这个方向 此外俄罗斯武装部队也扩大了在卡尔马基诺夫斯基附近的控制区 乌克兰武装部队也在进行增并 两个营现在已经被证实部署到了比多罗夫斯基方向 这个方向乌军还部署有大口径武器重装备 其中俄军侦察发现有基础炸弹 从乌军的动向来看 乌克兰的总参部 不仅打算重新夺回失去的阵地 还有可能会进一步向卡尔马基诺夫卡方向发动攻击 那么雷格罗多克方向 俄军的这个成功的突破 实际上又重新夺回了去年秋季乌军在斯瓦托 西部地区突破的方向 也就是这个方向的俄军重新夺回了去年秋季乌军 后撤以后放弃的一部分阵地 又重新回到了奥斯基尔河沿线地区 也说俄军现在准备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渡河 那这也是泽连斯基现在抵达巴亨特 克拉玛托尔斯克斯拉比扬斯克 来坐镇195坐镇红利曼方向 先来看哈尔科夫方向的这个乌军的反攻 已经开始准备启动了 因为如果不启动的话 你可以看到现在俄军的攻势 那在北部库布扬斯克 大家可以看到库布扬斯克 俄军也是取得了突破 在利曼一号 库布扬斯克北部地区 乌军已经开始准备攻击 新科夫卡这个方向 那这个新科夫卡方向 包括库布扬斯克北部 越过奥斯基尔河一部分 那被俄军控制以后 整个库布扬斯克就被包围了 所以从库布扬斯克 越过奥斯基尔河 再到现在的斯瓦托方向 红利曼 热列比基河方向 那乌军现在判断的俄军呢 很有可能 最终目标是发动对伊众的进攻 所以 也就是乌军准备开启哈尔科方向的大反攻 俄罗斯国防部呢 今天也公布了最新的战况 那截止28号呢 乌克兰武装部队继续尝试在南顿涅斯克克拉斯诺利曼和顿涅斯克方向发起反击 那么在南顿涅斯克方向呢 乌军试图使用装甲和其他重型装备突破俄军的防御 在詹布列地区拉伯蒂诺和乌斯佩诺夫卡附近 乌武装部队袭击了南部军区第58集团军第42摩布斯第71摩布团 和乌克兰海军陆战队第8010阵地 黑海舰队官兵表现出克制坚韧和勇气 击退了优势敌军的一切进攻 俄军击毙180名乌军 5辆坦克包括3辆暴式坦克 2辆法国的AMX轮式坦克 17辆不战车 2辆装甲车 1套美制M777火爆系统 1辆防空导弹车 东部集团军的积极的行动 在顿捷斯克方向击退了乌军第35海军陆战突击旅 突击部队的进攻 摧毁了乌军的侦察小组 乌军在这个方向损失110人 两辆不战车 三辆装甲车 两辆汽车 以及D20D30MST杠币榴弹炮 红黎曼方向 中央集团军在 有力的防御建设和协调行动的帮助下 击退了乌军第67计划旅突击分队 第90摩托化 摩托化旅第228团 次次进攻 24小时之内的卢干斯克 切尔诺沃 迪罗瓦方向 完成了防御任务 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 谢尔盖伊弗卡村附近 第二集团军 第15摩托化步兵旅突击分队 继续向斯瓦托发动进攻 并取得成功 占领了乌克兰武装备多个据点 向敌军防御纵深推进1.5公里 此外在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 日拓洛夫卡附近 以西的阵地 第20集团军 252摩托化步兵团 752摩托化步兵团的冲锋分队 利用火力向敌军发起反击 向纵深推进3公里 第二集团军 第41集团军 21 35摩托化步兵旅 巧妙的运用现代武器 压制了乌军第25空降旅 21 67 激化旅 国土防御第100旅 乌克兰武装部队第100旅的人力装备 在托尔斯克 杨伯洛夫卡 卢干斯克 切尔诺沃 迪波罗瓦方向 人力装备集中区 以及乌军 国民警卫队第5作战旅 也遭俄军打击 那红利曼方向的敌军损失90人 两辆不战车 三辆装甲车 三辆汽车 一门格沃兹底卡自营火炮 以及一门第30旅的炮 南部极端军 第一 第二军 第七 第九 第132摩托化步兵旅 那巧妙的组织火力系统 和工程障碍成功的击退了 乌军7次进攻 乌克兰武装部队第53计划旅 第59步兵旅 81空降旅突击分队 在顿尼斯克方向 发动反击被俄军阻止 乌军第24 28 43 110 计划旅 第13地突击旅 第3空中突击旅 第77空中突击旅 在阿富士卡 谢维尔斯克 诺夫 哥德 遭俄军 空天军和远中火爆打击 俄军的打击 以及侦察行动 破坏了乌克兰武装队 在顿尼斯克的教堂区附近的轮换 这个方向 共击毙260名乌军 5辆不战车 3辆装甲车 包括两辆皮卡车 一辆汽车 一套美制M77火炮系统 包括一门第20流弹炮 也被俄军摧毁 库布扬斯克方向西部集团军 第七摩托化步兵团突击分队继续在卢干斯克的库泽莫福卡附近以西发动进攻 并在完成当天任务以后呢 在当地构筑有力地形的阵地 通过战术陆军航空兵和火炮系统打击 乌克兰武装部队第1432计划旅 103国土防御旅部队在卢干斯克 以及哈尔科夫 新科夫卡 新西 叫新西诺沃 遭俄军击毙30人 两辆装甲车,两辆汽车,一门D200炮 包括美制的TPK50,TPK36反炮兵雷达 赫尔松方向 由于复杂的交火呢 俄军击毙20名乌军 两辆汽车 在顿尼斯克的德鲁科夫卡附近 以及扎布洛地区的马来亚托克马切卡附近 乌军D10集团军野战指挥所遭俄军摧毁 俄军拦截了两枚海马斯多管火箭炮 另外呢 还拦截了乌军17架无人机 这是今天的在哈尔科夫前线啊 最新的一个战报 现在哈尔科夫前线的这个战斗呢 很快就会启动啊 因为泽连斯基也抵达这个方向 大家记得泽连斯基啊 过去在巴亨特啊 在其他战场出现以后呢 很快乌军就会发起大规模反击 这次实际上按照之前的逻辑啊 泽连斯基抵达巴亨特斯拉布洋斯克 卡马托尔斯克 也就是准备开启这个方向的反击 说白了就是在红林曼 克里米纳这个方向 也就是在亚尔比尔 塞浦尔斯克北部森林地带 乌军会有大功能的行动 通过这个行动呢 主要是牵制北部 库布洋斯克方向 俄军的行动 不让俄军渡过奥斯基尔河 那么就在巴亨特方向发动反击 以吸引俄军主力南下 另外也可以牵制啊 巴亨特的行动 也可以牵制在 顿尼斯克方向的俄军 把俄军的主力也向北吸引 那为马里波尔方向 比尔江斯克 乌军的进攻减少阻力 所以这是泽连斯基 访问巴亨特的原因 现在来看呢 俄军继续向前推进 已经靠近了奥斯基尔河防线 奥斯基尔河一旦被突破的话 19母哈尔沟方向 就被俄军重新夺回 那么也是去年9月份 俄军开始从奥斯基尔河沿线 19母后撤以后 那么实际上经过了一年的时间 接近一年的时间 俄军重新回到了19母 这个乌克兰方面是乌尔基兽的 所以现在来看哈尔科夫州 这个宪法边界 哈尔科夫州的宪法边界 是乌克兰的底线 就乌克兰绝对不能让哈尔科夫州 也被俄军控制领土 因为现在顿尼斯克 卢干斯克在宪法上 已经属于俄罗斯联邦领土了 如果哈尔科夫也遭到俄军进攻 被俄军吞并哈尔科夫 那么特别军事行动 实际上你可以看 俄罗斯就扩大到哈尔科夫 包括在蒂尼伯一线 实际上你也已经有部分领土 被俄军控制 那这样的话 也会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 也就是沿蒂尼伯河方向 俄军的胃口会越来越大 所以基辅一定要发动反击 所以后续 红利曼 巴黄德北部 塞菲尔斯克 乌军的反击 会是新的看点 未来在奥斯尔河 热烈笔记河沿线这个争夺 会逐渐白昼化 我会持续关注 后续有更多消息 我也会低声